好股团,我是团长 团长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细分行业的复苏机会 讲这个行业之前 我们要提到一点 巴菲特建仓石油股 我所讲的这个行业 仅期周期又来了 之前团长有讲到 巴菲特手握千亿美金的现金 他认定了美国股市 在目前的高位 不是合适的继续加仓的时机 但是就是在伯克西尔哈萨维的 三季报中 巴菲特新进了三支标的 这三支标的中 就有一支西方石油公司 持股规模也是目前 买入的最多的一个 这个引起了团长的注意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知道 油股行业呢 从17年到现在呢 它的新周期又来了 那么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 油股行业究竟是怎么样一个行业 它为什么来了 它能迸发出怎样的投资机会 我们先了解一下油股行业周期的这个历史 从09年到现在呢 油股呢 经历了三个阶段 09年到13年 受益于水瓶井技术呢 全球推广 以及高油价 油股行业呢 持续处于高井气 但是呢 10年开始 美国业业油 气革命呢 使得美国油气产量大幅增长 库存创历史新高 油股行业呢 进入萧条期 一直到16年 但是从17年开始呢 油股行业呢 又迎来了新一轮的这个景气周期 这个我们指的呢 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油股行业 油股行业简单的讲呢 就是油气服务 为这些采油公司也好 这些去探油的公司也好 提供技术服务 提供设备 所以呢 他的这个景气周期呢 跟油价也好 跟采油公司的这个 在资本上的投入 在设备上 在这个探明 储量上的这个投入呢 有非常大的关联性 那么对于 油股行业的这个上涨逻辑呢 他很清晰 主要就是呢 油价变化 那么油气公司呢 业绩变化 油气公司 资本支出变化 油股公司订单变化 油股公司业绩变化 也就是 油价好了 那么 采油的炼油的公司呢 业绩变好 那么采油炼油公司的业绩变好 他们的支出呢 就会增大 支出增大呢 油股公司呢 拿到的电单更多 那么油股公司的业绩呢 就会变好 一般来说呢 油股公司的业绩呢 真正的体现呢 需要一到两年 也就是从17年 他的业绩呢 开始回升 那么 至少需要 一到两年的时间 才能真正得以体现 那么19年呢 正好是 两年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13年到17年的 这个全球油气 勘探的开发支出 我们可以看 14年的历史高位 15年呢 16年呢 都在下降 17年呢 开始出现了增长 18年呢 也在增长 所以呢 19年也好 20年也好 是油股公司业绩呢 真正得以体现的一个 重要节点 就让我们国内的 这个来说吧 中国的三桶油 就是中石油 这个中石化 中海油 他们的勘探 开发资本支出呢 也于17年呢 上半年 总体呢 出底回升 合计呢 增长12% 18年呢 中海油的这个资本支出呢 预计增长 40%到60% 因为国内呢 对于海洋油气资源的开发呢 其实是进入一个高节 高节奏的阶段 所以中海油的这个资本支出呢 相较于其他两桶油来讲 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大幅增长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中海油旗下的两家油股公司 海油工程 我们看他的股价 最近呢 很强势 中海油股同样 也是中海油旗下的 我们可以看 他的股价也很强势 资金的介入非常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 放量上涨 所以呢 股价上涨背后呢 都是有核心逻辑驱动的 尤其在目前市场 极度分化的情况下 你只有把握住核心基本面 行业周期的变动 你才有可能赚到超额收益 否则呢 你只能被市场收割 那么讲完这个油气 新周期的这个上涨时间点呢 那我们就要讲一下 这一轮景气周期的这个主要逻辑是什么 为什么呢 从17年开始呢 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三桶油呢 加大了这个资本支出 第一种 第一个逻辑就是油气呢 对外依存度持续提升 三桶油呢 出台新年计划 也就是呢 我们国内呢 无论是石油天然气呢 对外依存度再创新高 所以呢 使得能源安全的压力呢 进一步加大 所以要响应国家 号召保障能源安全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依存度呢 对外超过了72% 天然气呢 也超过45% 所以呢 这个三桶油呢 纷纷出台的七年行动计划 是19年到2015年 2025年 中海油呢 更是提出的 到2025年 勘探的工作量和探明储量呢 都要翻一翻 也就是中海油 但他这个资本支出 肯定会继续大幅增长 因为他的目标更高 所以受到这个七年计划的这个刺激呢 三桶油的这个资本开支呢 大幅提升 中石油呢 19年呢 这个预算2000多个亿 超过14年的投资高点 中石化呢 也到了这个596亿 中海油的开支呢 这个700亿到800亿 所以上游的这个 油付行业呢 这个直接受益 这是第一个逻辑 那么第二个逻辑呢 就是海上油气项目盈利好转 海洋油气开载呢 进入了这个新一轮的景气周期 所以呢 中海油呢 它是做 侧重于海洋油气开采 所以呢 它其实更受益于这一轮的这个 油气的新周期 我们可以看近几年来呢 各大石油公司 海上油气项目的 盈亏平衡点的 普遍的低于40美元每桶 所以在布伦特原油呢 50美元每桶的时候呢 项目回报率还是比较高的 19年呢 中海油的这个主要 统油成本下降到29美元 成本的超油气下降 所以进一步的提升了 中海油主要油田的这个 开采的经济性 也就是赚钱呢 成本低 成本继续大幅相低 所以呢 这个赚钱上下来不错了 回报率还是很高的 因此呢 这个近年来呢 世界油气投资的终点呢 开始转向了海上项目在内的 传统油气开发项目 18年呢 全球油气公司投资的大型 海上项目数量 是16年的2.5倍还多 近年呢 预计批准的海上项目 更是比去年还多 据及格预测呢 2023年呢 海上油气投资规模呢 将增长到2000亿美金 而随着油气公司 先进度改善呢 过去四年呢 因为投资不足 而导致的储量和产量 双低的现象有望改善 海洋油气开采呢 迎来了新一轮的 这个景气周期 这是呢 这一轮油付行业景气周期的 两个主要逻辑 那么对于这个行业呢 我们梳理一下 相关的A股上市公司 首先呢 肯定是三桶油 总实话下面的STO付 中国石油下面的中油工程 那么中海油下面的这个中海油付 以及海油工程 目前呢 全线亏损 但是呢 Source的骆驼呢 比马大 每家市值还是有几百亿的 正是因为呢 现在呢 处于这个亏损情况下 但是呢 未来的业绩变好 增长的预期呢 是确定的 所以呢 对它股价呢 有很强的这个支撑 和刺激作用 目前我们看的这个中油工程 中海油付海油工程的市净率呢 只有1.07.33 0.96 海油工程都是跌破 净资产 所以呢 不要看他们的业绩 他们净资产呢 其实股价也就在净资产附近 所以从净资产PB这个角度来讲呢 说明股价当前呢 还是非常便宜的 还是便宜 那么我们对这个行业公司 整体的一个梳理 我们可以看 这张图表上有 前三的呢 肯定是这个中石油的 还有两家中海油的 他们占据的全部规模 下面的一些民企的 石滑机械截略股份 等等 这些是民营企业的 那么这个三个肯定是龙头了 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寻找大家感兴趣的标点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些相关民营企业公司的 这个业绩 这个截略股份 PB2.1倍 这个还是比较便宜的 我们可以看 这个公司呢 在景气周期高点毛利率超过40% 这个14年呢 经历论了12个亿 如果毛谷未来两年级呢 当前的市值还是不贵 对吧 还是不贵 因为这个利润率还是比较高的 同源石油 同样也是 恒泰 恒泰APP啊 等等 我们看这边 全都是 PB比较低 固执还是明显的 比较合理的 所以大家可以 仔细看一下 这些相关的 这个游浮公司的 这个基本面的情况 所以本期呢 团长讲了 这个游浮行业 新周期的机会呢 到此呢 也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呢 多多关注 把握行业 周期的 基本逻辑 这样你才能 不被市场的股价波动 所捞乱 拿住了最大的利润 这才是我们股票 投资的根本 感谢大家关注 好股团 希望大家多多 转发关注 点赞 有疑问 私聊 我们